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等你说话 没钱 说话都没底气 更没资格说话 有钱做任何事都有理 没钱做任何事都白费力气 有钱了可以高谈阔论 谈论理想 没钱了 谈论理想只会遭人嘲笑 人活着无论有钱还是没钱 看清人 学会看人 别随便交友 别随意求人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钱不交五人 没钱不求五人 古人说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足见金钱的重要性 现在社会更加现实 一切都要向钱看 有钱身居深山有远亲 没钱身处闹事无人问 为了成功 为了有钱 我们去拓展人脉 结交朋友 虽然说起来人脉很重要 但不管有钱没钱 都别乱交朋友 有钱时不交无有 一 有钱时不交不忠不孝之人 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 又怎么会对你忠心 只不过看中你的钱 想从中谋利罢了 眼里只有权利利益 对他们来说 金钱名利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为了利益 他们可以出卖一切 包括自己的亲人或朋友 二 有钱时不交好吃懒惰之人 这种人胸无大智 只会贪图享受 缺乏大智慧 没有上进心 对于事业没有太高的追求 他们注定没有什么前途 更不会对你有什么真心 和你交友 只是为了从你这里获取好处 与这种人相处久了 自己也会受到影响 变得懈怠 懒惰 早年的曾国藩并不聪明 科举考试接连失利 在一次相试中 甚至被湖南学政当众羞辱 他屡试不地 考了足足七次 才成为秀才 可谓命运多舛 曾国藩是家里的长子长孙 本身就承担着巨大的家族压力 心中旷位 可想而知 智力不如别人 就只能一点点努力 进步一点是一点 他时刻减醒自己 书本不舍 日刻不坠 坚持了几十年 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曾国藩对自己儿子说 熬过此关 便可少尽 再尽再困 再熬再粪 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困境之中 勤奋刻苦 一步步走 慢慢熬过去 自然可以不断精进 不仅对自己如此 曾国藩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也是这样 所有的曾氏子孙 必须自己洒扫庭院 从小杜绝他们好吃懒做的坏习惯 三 有钱时 不教言而无信之人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朋友相处的根基 也是在于互相信任 和言而无信的人交朋友 你还敢请他帮你办事吗 你还敢将自己的心事告知他吗 你还敢借他钱 指望着他能还钱吗 言而无信 有时候并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 但是对于身边的人来说 却是与成人之危一样 让人遭受打击 试想一下 当你急需一个帮助时 有人满口答应寄予帮助 你自然感到犹如雪中送炭 可是当你伸出手之后 他并没准备好你需要的东西 态度也变得拖拖拉拉 这个时候 原来的雪中送炭 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你的满心欢喜和感激 也荡然无存 失望 焦急 悔恨等等情绪 犹如一张密网 将自己牢牢束缚 言而无信 成了那个人的最扎眼的标签 客观地说 我们不应该奢望别人的帮助 也不能责怪别人的旁观 但是轻信言而无信的人 意味着你需要承担别人 临阵脱逃的风险 如果真的发生了 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不要责怪 不要懊悔 远离他们 是你唯一可以做的正确的事 唐代诗人张卫有一首 提长安壁主人 诗人结交虚黄金 黄金不多 交不深 纵令然诺赞相许 终是悠悠 行路心 意思是在这世间生活 与人相处 处处需要钱财 即使是一诺千金的君子 没有钱财的话 也很难在世间安定地生活 尤其是人世间 还有一些唯利仕途之人 当一切利益既得之后 他们根本不会再管你 你直接被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你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 一件工具罢了 这种人不可教 理由很简单 为了避免这个家伙 哪天把自己卖了 人各有志 你不能强求大灰狼吃青草的 孔子说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 说话不算数 那么这个人 就不可能做成什么事情 更不可能在社会上 立身处事 古人云 精诚所至 今时为开 真诚 是打开人们心灵的神奇钥匙 在人际交往中 只有真诚待人 才能与人建立 和保持友好的关系 只有诚信 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朋友跪在真诚 朋友有别的缺点 或者可以原谅 若是言而无信 让人摸不透 他的话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四 有前十 不教歪门邪道之人 满心总是歪门邪道的人 应当远离 他们永远都不会对你有利 反而会利用你 以达到他的目的 到时你落得个同谋的下场 而且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与外门邪道之人交朋友 你最终也会变成那样的人 害人害己 五 有前十 不教心机太重的人 这种人 嘴上总是把你当作真心朋友 却从来不吐露自己 对任何事的任何看法 生怕抓到他的把柄 心机深沉的人 你永远猜不透 他有多少腹黑手段 去整你 长期与这样的人交往 难免会受到伤害 俗话说得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要和这种人交朋友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跟你交朋友 到底是何用意 有些时候 只是从你身上 得到某些东西罢了 没前十 不求五人 一 没前十 不求嘲讽自己的人 生而为人 我们就要有尊严 别人嘲讽自己 那就是看不起 这样的人 就是你去求他 他也不会帮你的 只会看你的笑话 正好又得这一次 嘲讽你的机会 何必再苦苦相求 为难自己 二 没前十 不求不理解自己的人 这个世上 真正能懂你的人不多 既然不理解 即使张口求了 也未必就会帮你 反而会让他 更加误会 三 没前十 不求有钱的人 人一旦有了钱 就有了身份 就更加看重利益 你去求他 给他带来不了 任何的好处 他怎么会帮你 自己落难的时候 还是自己帮助自己为好 四 没前十 不找萍水相逢的人 毕竟萍水相逢 你有求于他 他也会直接拒绝你 何必让自己心凉 倒不如不求 交往不多 就有事求人 人家是该帮你 还是不该帮你 如果帮你 交情不够 如果不帮 你已经开口求人了 面子上过不去 这样 只会徒增人家的烦恼而已 倒不如不求 五 没钱时 不求高高在上的人 当别人高高在上时 你去求他 那你就丢掉了尊严 一个人可以没钱 但不能不要脸面 人生走一遭 其实就是体验 做人做事 不管有钱没钱 只要交对人 做对事 保持一颗 乐观向上的心 生活 都将是美好的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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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